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我们看到两个变数之间的一个比较问题 从我们前面看到的A变数为类别 B变数为数值 那我们的问题呢 如果问的是不同类的A变数 在B变数上有差异的时候 前面介绍如果A变数是一个类别变数 那只有两个分类的时候 我们会采用的是独立样本T检定 如果我们今天A类的变数 是一个三个分类 或三个以上的分类的变数 比方说学院 在学校的例子里面 我们的学院有三个学院 那这时候我们采用的一个 比较的一个方法 就采用的叫做单因子变异数分析 比方说不同学院别在满意度上有差异 我们要去比较的是学校里面的 人设管理工程三个学院 在满意度上面是不是有差异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变异数分析的一个基本概念 变异数分析是一套用于探讨平均数差异的统计方法 记得它是平均数差异 第二个编译数分析 是在检定三个分类以上的一个母体平均数 是否相等的一个方法 是三个和三个以上的比较 那编译数分析呢 只能检定母体平均数是否相等 我们可以检定的是这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分类 它的平均数是否一样 那没有办法检定这个平均数的大小 纵使呢我们知道它不一样 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去直接判断说 这三个不一样到底是哪一个大哪一个小 我们只能检定出来它们是不是一样而已 那这样的方法呢我们就把它统称叫做变异数分析 那英文呢叫做Analysis of Variance 那我们就简称ANOVA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编译数分析里面 这个因子的部分 什么叫做因子呢 引起资料发生差异的原因就叫做因子 那也叫做独立变数 或者叫自变数 或者叫做实验变数 那它是扮演着独立变数的一个角色 那比方说呢 探讨父母管教方式是否会影响到小孩子的成就 那引起资料发生差异的原因的部分就是父母管教方式 所以管教方式就是一个因子 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所列出来的这个因子的多寡 如果只有一个因子的 那我们就说它叫做氮因子变因数分析 那如果我们同时讨论两个变因 两个引起资料发生变异的原因的部分 如果有两个的时候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双因子变因数分析 那同样的如果有三个的时候 就叫做三因子变因数分析 那如果超过三个以上 我们就叫做多因子变因数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讨论因子里面的衡量水准 那因子的分类情况呢 也有人把它称为处理或者叫做配方 那因子里面当然它有很多的分类 那比方说管教方式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民主型、放任型、专制型三种类别 那这三种类别呢 就叫做它的衡量水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一变数 一变数是研究者想要观察的结果 就叫做反应变数 那它扮演着一变数的角色 比如说刚刚的例子 探讨父母亲管教方式 是否会影响到小孩子的成就 那小孩子的成就呢 它就是一个一变数 那如果只有一个因子 一个一变数 就叫做单因子、单变量、变异数分析 那如果有两个因子、两个一变数 就叫做双因子、双变量、变异数分析 那一般呢 我们的一变数通常都只有一个 好,所以呢 整个变异数分析呢 根据刚刚那样子的一个定义 根据它的因子的个数不同 所以我们有单因子、二因子、三因子 那还有所谓的多因子 那另外呢 这个因子的部分呢 有所谓的独立因子 跟相依因子的部分 那它当然就会有另外的一个结果 所以整个变异数分析 事实上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这边大概要介绍的 就是它里面最简单的叫做 单因子设计独立样本 所以叫做单因子变异数分析 那变异数分析的一个优点 那它第一个它可以避免第一型错误的增加 那什么叫做第一型错误呢 我们知道我们在做检定的时候呢 都会有检定犯错的机会 那第一型错误就是那个显著水准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去控制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进行两个比较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有三个 ABC三个要进行比较的时候 那前面呢我们在比较AB的时候 我只要进行一次独立样本体检定就好了 所以它的错误率 它的形医错误呢 我们就可以控制在这个α的水准下面 那如果我今天要比较的是ABC三个的时候 那事实上呢我必须进行AB BC还有AC三个的比对 而且这三个比对要同时来进行 那所以呢每一个比对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犯形医错误的机会 也就是说AB它会有一个错误 BC它会有一个错误 AC它会有一个错误 所以三个一起来看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三个犯错的机会 所以它的犯形医错误的部分呢 它就会累加起来 那如果我们采用变异数分析的时候呢 它是整体一起看 所以它只会有一个犯形医错误的机会 那另外呢它可以反映整体的效果 如果我们透过变异数分析来检定的时候 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检定的这个水准的时候 事实上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说 这平均数之间呢是有没有差异 那如果呢检定出来的是没有达到统计水准 那我们就认定它们是相同的 那如果检定出来的部分呢是有达到统计的水准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认为彼此时间是有差异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才需要再去提供一个 所谓的多重比较的一个概念 再去进行多重比较的一个决策 那变异数分析呢 一般我们在执行变异数分析的时候 需要有几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就是常态性的假设 我们必须假设呢 我们要去执行的这个每一个 这个母体呢它都必须符合常态分配的结构 第二个每一个母体的这个常态分配的这个变异呢 我们希望它们的变异数呢都是相等的 所以有一个同质性的一个假设 第三个呢取出来的样本之间呢 彼此之间是没有关联的 所以它必须具有独立性的一个假设 那一般来讲当然我们可以透过 这些去做一个检定 像这个常态性的假设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适合度检定来检定它是否符合常态 那这个所谓的同质性的假设的部分 我们可以从前面 用这个Levin的检定 来检定它们的奇异性 同质性的部分 那独立性的部分呢 可以透过所谓的这个Round Test 就连检定的部分 可以检定它们的独立性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 变异数分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假设我现在有1到K组的资料 那我要去比较的当然就是 这K组资料的平均数有没有差别 所以呢我当然假设我先把这K组资料 视为是一大组资料的时候 我可以去计算它们全部的平均 就是把这所有的资料加总起来 除以它的个数 那得到的就是这个Y bar bar 就是它全部的平均 好那另外呢 我也可以个别去计算每一组 每一组每一组 它的资料的一个平均的结果 所以每一组的资料的平均就是 Y1 bar Y2 bar YK bar 好那什么叫做变异数的概念呢 我们之前在计算变异数的时候 我们会利用平均的数量 跟资料之间的差异 这叫离差 我们去计算它的平方 把它加总起来 这就是一个离差平方合的概念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 我们说 我们可以去计算它的总变异 就是把每一个资料 减掉它的平均的部分 那把它 因为有正有负嘛 所以我们把它平方加总起来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 这个总变异的部分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稍微做一个调整 我们加入一个 刚刚值的那个什么 平均的部分 各组的一个平均的部分 减掉一个各组的平均的部分 那我就又加一项减一项 我就把这一项视为是A 这一项视为是B 那我透过什么 透过这个完全平方的一个拆解 把它拆解成A平方加B平方 加上2AB 所以呢我就可以拆解 前面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A平方 后面这个就是一个B平方的部分 然后呢 2AB的部分呢 因为它们交叉项的部分 加起来结果刚好会等于0 所以它就被消除掉了 所以我最后就剩下的是 这个A平方加上B平方的部分 好那这个部分呢 代表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先从第一项来看 这个部分呢 代表的是每一组资料的平均 跟全部平均的一个差异 那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定义叫做SSB 就是组间的差异 组跟组之间的差异 那后面这一项的部分呢 它是每组里面观察到的资料 跟它自己的平均之间的差异 那这个我们就把它定义叫做组里面的差异 我们就把它写成SSW 所以我们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拆解 我们就把SST拆解成SSB加上SSW 好所以呢 根据刚刚的 我们就把SST拆解成SSB加上SSW 好那它的一个自由度的部分 就如同我们前面在算那个变异数的部分 我们是用N-1 那这里同样的我们用全部的个数-1 就是这个SST的自由度的部分 好那我们定义这个SSB的部分呢 它是组间所产生的变异 所以总共有K组 对不对 那这个K组原则上呢 如同前面的那个变异数的一个计算方式 对不对 所以就K组-1 就是它的自由度的部分 组内变异的部分呢 就是那个SSW的部分 我们把它叫做随机变异 因为它是因为抽样就会产生的变异的部分 好那因为每一组呢 它都是Ni-1 对不对 那总共有1到K组嘛 所以我们就变成最后的自由度 就是把所有的Ni加起来 然后总共有K组 所以减掉K个1嘛 所以就是Sumni-k 它的自由度 好那我们呢 根据这个变异数的一个计算方式 我们把这个离均平方和除以它的自由度之后 得到的结果就叫做均方和 那它其实就像变异数一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SSB 除以它的自由度 K-1 那得到的结果呢 就叫做这个MSB 那同样的SSW呢 我们除以它的自由度 那得到的就是叫做MSW 好那总变异的部分 同样的我们除以它的自由度 N-1 那就叫做MST的部分 好那这个呢 之所以叫做变异数分析 因为我们的计算模式很像在计算变异数 所以呢它才会叫做变异数分析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认为主间的这个变化的部分 它相对的如果确实有差异存在的话 这个主间的变化应该它的变化量会是比较大的 平均变化量应该要比较大 那所谓的比较大是相对于什么 相对于这个随机变化的部分 就是说相对于这个MSW的部分 所以呢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好我们就把这个MSB除以MSW 那就是变成是这个SSB除以它的自由度 SSW除以它的自由度 那得到的这个结果呢 就是一个F统计量的部分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笔值 那这个笔值呢如果大 代表上面的数值差异来的更大 也就是说组间的变化来的比较大 相对于组内的变化 那我们就代表这个组跟组之间 确实是不一样的结构 所以呢我们这里就说 F统计量的几率是一个F分配 那这个F值越大 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组平均的分散情形 较误差的变异来的大 那如果大于零介值 那我们就拒绝H0 那我们的H0就是什么 就是组之间是没有差异的这样子的一个虚无假说 好那我们可以把前面的刚刚看到的那个结果做个整理 也就是说我们的编译来源有组间跟组内 组内的部分就是误差 所以就是SSB跟SSW 然后呢全体的部分就是SST 好那当然呢我们在这里呢 对应到它的自由度的部分呢 这个就是K-1 这就是N-K 这就是N-1 好那实际上呢 我们在这个ANOVA表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我们把这个SSB加上SSW 就等于SST 同样的我们把自由度 K-1加上N-K 也会等于N-1 同样的我们把这个SSB 除以K-1 那我们就得到的是MSB 那我们把这个SSW 除以N-K 就得到的是MSB 那我们把这两个的笔值得到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F值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ANOVA表的一个结果 好所以呢我们的一个检定的程序呢 大概是这样子做 就虚无假说 假设母体平均数均相等 对立假说 假设至少有一个母体平均数不相等 那我们的检定统计量是一个F分配 那决策的法则呢是 当这个 检定统计量F值 如果很大的话 那我们就拒绝虚无假说 很大的意思当然 就指的是它的显著性P值会很小 那就小于我们给定的这个0.05 那我们一样是得到拒绝虚无假说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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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